姜婉吟,你以为你是谁,你不过是我们家的家仆,你以为你可以做仙门百家的主,要知道世家公子都经过安魂,哪怕是死后,也不会朝邪岁,而直接投胎的。 魏英、家仆,你和你娘一样,认不清现实,你可以问一下,你的好父亲,我家和你们真的有关系吗? 魏长泽,阿英,你爹我当然和他将是没有关系了,我们是在兰氏听学认识,只是帮他将封眠坐稳了家主,在他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客亲,要知道我姓魏,他姓姜,怎么会是他家家仆了,怎么将封眠,上次不是说清楚了,再造谣,我们可不会放过你们家的。 魏夫人,怎么吃我们家,住我们家,怎么就不是我家家仆了? 江封眠,闭嘴,不好意思,夫人胡言乱语,请见谅。 魏夫人,江封眠,我就知道你忘不了,那个乡野村妇,也不看看人家能看上你,也只有我把你当宝。 藏色散人,于紫渊,你还真说对了,我从来就没有看上过他江封眠,我家常泽哥哥比他好太多了。 魏夫人,你个贱人,你不过是个乡野村妇,有什么可以和我比的,我可是眉山渔氏的嫡女。 温若寒,眉山渔氏很了不起吗?我温氏嫡系是你们可以辱骂的,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。 渔夫人,温氏嫡系。温若寒,哦,忘了说了,藏色,是我温若寒的亲妹妹,魏英是我温氏少主,岂是你们随意欺辱的。 江婉寅,怎么可能,她是上一世可是灭了你们温氏的主力啊。 温若寒,哪有怎么样,那也是我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,再说你也说了那是上一世,你现在还认不清现实, 不愧是渔子渊生的。渔夫人,你是要和我温氏论尊卑吗?渔夫人,你以为我怕你温氏吗? 藏色散人,难道不是吗?不论家事,就担当我的身份也不是你们可以比的。 要知道,我师父报山散人可是和江家先祖是一辈,算起来,你们都没有我的辈分高呀。 诸位见了我可要是称一生前辈哦。 仙门百家的人都知道,报山散人几乎是仙门中辈分最高的,作为报山散人的徒弟,自然辈分不会低的。 藏色散人,不要以为我们报山一脉不出世,就可以随意欺辱的。 卫英,阿娘,现在已经晋升完毕了,师祖以前不可以,现在随时都可以出山的。 藏色散人,阿英,你的意思是,卫英,是的,以前是天道不允许,但现在不一样了,而且师祖不仅晋级了,而且已经出山了。 藏色散人,真的。 卫英,是的,我们离开,回学院吧。 我和兰湛需要处理一些杂事。 藏色散人,好的。 长泽哥哥,师父要来了,我真的很开心,走回去收拾收拾,等师父来。 长泽,好。 他其实心里很忐忑,毕竟是第一叫报山散人,不知道报山散人对他是否满意。 温若寒,我也去。 清衡君,我一样。 蓝西辰他们看着没有其他事就都说去学院,正好学院这次招生要开始了。 长辈就将招生交给了小辈们处理了。 大家就准备离开,卫英和兰湛走在最后,于夫人看着他们离开,不搭理他们,生气地就用紫电抽打卫英。 兰湛哪怕知道卫英今日不同往日,但还是将卫英护在身后,拉着卫英闪开,小心,卫英。 卫英,于子渊,给你连你不要,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,你长好好活,那下半辈子就躺在床上吧。 说着就挥了挥衣袖,不仅把于子渊手中的紫电毁了,还将其全身经脉进毁。 卫英,兰湛,没事吧? 兰湛摇了摇头,卫英觉得众人走得太慢了,也不想和其他县门碰见,就带着众人直接顺移回到学院。 众人还没有从卫英费了于子渊反应过来,就已经到了学院。 卫英,你好厉害啊,怎么做到的?教我,到时出去业劣就省事多了,要知道赶路很麻烦的,会顺移之后,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的。 卫英,这个简单,只要实力够了,知道地点就可以。 聂怀桑,卫兄,那实力不够,怎么办? 卫英,这个可以用顺移符,顺移的距离是和实力有关的,实力越强,顺移的越远。 聂怀桑,卫兄,那以你的实力可以顺移多远。 卫英,不知道,没有试过。 我又不能用全力,反正就是我想到哪都可以。 藏色散人,不愧是我的儿子,就是厉害啊。 卫英,好了,大家刚刚度节,需要巩固一下,先好好休养吧。 等休养完了,有的忙了,其他人都去休养了,就只剩下卫英和蓝湛两人。 而这段时间,修真戒是到处是电闪雷鸣的,百姓都习以为常。 该忙的忙,普通百姓是各自做自己的事,只有仙门中的修士纳过的一个精彩。 而悬门风气以下好了很多,除岁也积极,也不敢仗着自身修为胡作非为。 毕竟以前天道不全没有天节,现在不行了,卫英补全了天道规则,以后晋级都需要度节。 且没有功德境界很难升级,度节就更难以度过,所以一般修士现在都不敢仗势欺人。 不敢对普通人在草间人命,毕竟有天道约束,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。 卫英可不想等他出去一趟回来,自己和蓝湛诞生的地方变得乌七八糟。 鲍山散人出山后,就打听到自家徒弟的去处,就直接带人来到一陵一陵立新学院。 鲍山散人带着自家徒弟来到一陵立新学院门前,看着这样子的学院很是欣慰。 觉得不亏是自己的这个徒弟,这才多少年,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,把悬门风气改了不少。 比当年的自己强,当年是自己被这些世人伤透了心,选择避世不出,后来是大徒弟出世。 想出来查证,却因为失了先机,什么也没有查到,结果打算有动作时,被天道限制。 后来藏色下山,他算到藏色下山会遭遇不测,他也有阻止过,但藏色坚决要下山,否则天道之子就没有办法出生。 鲍山散人在天道,对他没有禁止,就直接下山了,毕竟这一世是回溯的世界,天道他自己也不想消失,要不然就不会有回溯了。 门卫,你是?鲍山散人,我找藏色,就说是他师父来了。 门卫,您是鲍山散人吧?前辈,请稍等,我这就通知藏色老师。 说着就拿出了一张传音符,直接发出去了。 鲍山散人虽然好奇他手中的符咒,但并没有去询问,毕竟他已经避世好多年, 先门出现新的事物,在所难免,等见到自家徒弟,好好了解了解就可以了,不需要从旁人那里了解。 小星辰,你好像知道,我们要来试的。 门卫,是的,之前藏色老师有交代过,说他师父报山散人会过来,让我留意。 等人到了直接通知他,我刚刚就直接给藏色老师发消息,他一会就到。 另一边,藏色正在和长泽说,长泽哥哥,你说师父什么时候到呀? 长泽,应该快了,爱因,不是说了就在这一两天吗? 藏色,长泽哥哥,你是知道的,我们报山一脉出山就不可以再回山的,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师父了,不知道他老人嫁过得怎么样。 长泽,藏色,不要紧张,还紧张的是我呀。 藏色,长泽哥哥,你这么好,师父一定会喜欢你的。 拍着魏长泽的手安慰道。 其他人都没眼看了,世人都知道,藏色和长泽是仙门中少有的神仙眷侣, 但他们不知道,这两人是不管有没有旁人在,都无时无刻地不在秀恩爱,人家还不带害羞的那种, 常常把众人给羡慕不说,还时不时地让其他人吃狗粮呀。 这不现在又是这样,庞如无人似的,在秀恩爱了。 众人在讨论这次这两人啥事后才可以想起旁边还有他们呀。 他们想打断都没有机会。 这时,藏色就接到消息说有人自称是他的师父,已经到学院门口了。 众人看见藏色接到消息,众人终于松了口气,不用看他们秀恩爱了。 藏色,长泽哥哥,门卫说师父已经到了学院门口,我们去接师父吧。 站起来,准备就要去学院门口,就看见众人也在,又道,嗯,大哥你们怎么还在这? 众人道,你好意思说,我们一直都在,只是你的眼里就看不见我们,只有你的长泽哥哥。 藏色,呵呵,没有看见你们,师父道了,你们是,温若寒看了看其他人说道,我们一起去吧。 藏色,走吧。 einge 景坦 在黄奏